伊朗局势突然紧张,美军和孤打击群只用了约3900度大半个印度洋,赶到了熔东海域,美国结束中东航母空白区,显然是为了军事施压伊朗。 专家指出,美军最近一段时间的行动,给外界的感受就是奔伊朗而来的,乌克兰局势突然紧张,俄罗斯大量军力,被限制在俄乌边境,无暇在坚固中东伊朗。 12月8日,乌克兰又释放了再度闯客去海峡的信号,明显是不想让事态平息下来。 专家怀疑,美国就是想利用乌克兰拖住俄罗斯,从而为其在伊朗的军事布局赢得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。 美国斯坦尼斯号航母气势汹汹的杀到波斯温,就是对伊朗最强势的施压。 根据伊朗事件报报道,就在美军航母递进家门口的同时,伊朗正对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恰巴哈尔港突发汽车爆炸事件。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,当时伊朗警察局拦截了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,但是武装分子突然闯关,冲进了港口并引发了炸弹。 根据报道,伊朗警察与极端分子随后发生了激烈交火,长生此起彼伏。 根据报道,伊朗警察局击敌了所有袭击者,但是伊朗方面也至少了三人死亡二十八人受伤,可谓是身亡惨重。 根据伊朗消息报12月8日透露,伊朗警方对具体发生,在海峡入口中亚党口的爆炸进行了初步调查。 目前主要嫌疑指向了幕后的美国及其海湾地区盟国。 伊朗外长查理夫称,一定会对来自阿联酋的恐怖分子及其背后主人进行审判。 虽然伊朗方面没有公布具体的证据,但是通过伊朗方面的宣言,可以推测伊朗应该获取了有利的证据。 专家指出,伊朗港口发生爆炸和激烈交火,说明这是一起策划周密的事件,也说明袭击者就是为了破坏伊朗的军事部署。 因为这个港口可以部署封锁海峡的导弹,伊朗海军副司令侯萨耶和萨迪上下,此前向外界透露消息,伊朗军方有58支舰队,做好了迎接美国航母的准备。 另外伊朗还是射了多弹头弹到导弹进行示威,也就是说伊朗军方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,准备抗争到底。 目前的伊朗军事显然是复杂敏感的,大有大战一触即发的味道。 不过综合分析来看,美军暂时还不会直接发起战争,因为美军在当地的军力还没有压倒性优势,特别是伊朗的大量导弹,对于美军是一种巨大的威胁。 不过,美军可能采取军事师一样,暗中制造爆炸破坏的手段不断的削弱伊朗,瓦解伊朗抵抗意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